原來這名無姓婦人十多年前 聽信親友游說 幫媽媽和叔叔加入台灣新世紀 善良人際關係發展協會 也就是俗稱的往生互助會 一個月繳四千 兩個人頭就四千 無姓婦人就這樣繳了十年 共五十多萬元 但受到疫情影響失業後 無力負擔該領支出 決定節約拿回本金 在這疫情當中 我們無法繳起 我們要退掉 他又不要讓我們退 還要叫我們繼續繳 他說會領沒錢 他會領沒錢 要等到我們叫我們繳 要等到我們繳的人往生才能夠拿到錢 要不然我們手繳的錢都沒有了 拿不回錢的不只他 還有一名幫爸爸繳十年會費的 林小姐 每個月收據 這麼多了 十年了嗎 對 十年了 每個月我是繳兩千塊 然後繳了十年 然後因為也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人文社團 寫的報導的那些新聞 然後我就覺得我有受騙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繳了 他們裡面一個小姐 每個月固定25號回來給我收兩千塊錢 厚厚一疊收據都存了壁紙 他們兩人還指控 當初說好滿十年就能領到一萬 註售金也都沒有拿到 我們就是有六百多個民眾 每個月還要兩千 兩千一隻腳 這樣腳下去 然後都讓他們吃香喝辣 我們這裡的小孩員都很有保障 結果是沒有保障的東西 這是很嚴重的詐騙行為 他們這裡的婆婆媽都不知道 就說一直落一直落 他們依據當初入會規定 白紙黑字寫明 兩個月為繳費喪失會員資格 其所獎納之款項可退還 來到護助會討公道 沒想到該會理事長竟然這樣說 我們的錢都發放未溫金發出去了 我們一退費 這個協會一定打 每一家協會都會打 因為你不能退費 這個是往生戶助會 就是不算好退費 但是你繼續想 我已經是你沒說的啦 都有根據啦 面對無姓婦人他們的質問 理事長甚至表示 錢都發放給往生者家屬了 都全部給會員 哪有那麼多 死那麼多人嗎 對 有那麼多 真的叫付助金 每個月收來的錢 都發給往生會員的家屬 所以說會員往生了 我們本來就有一筆錢 這樣給會員的家屬 所以我們收來這筆錢 是付出金資交給 那有 雙方一來一往 護助會理事長堅持無法退費 甚至要他們直接去派出所提告 我們去派出所 然後你跟警察 叫我們調資料給他 然後他呢 給你們說你的 我們不是儲蓄 我們是儲蓄加慈善 所謂儲蓄加慈善就是 你每個月幫人家互助 然後呢 當我們自己人往生的時候 我們別人幫我們互助 會這樣做 那他唯一不同點 這個互助會唯一不同點是 他是一個保守的互助人員 就是只有會員的錢 可以你把人給他再釀給你錢 無姓夫人一伙人 聽了好傻言好生氣 當天立刻到警局提告 雲林社會處表示 該協會2010年 註冊成立為全國性社團 現在第四任 理事長李亮璇去年上任 律師翁成茂表示 互助會為私權行為 倘若遇到權益受損 只能尋求司法途徑處理 建議婦人可向法院提出 詐欺 侵占 背信等罪 捍衛自身權益 地方中心 雲林報導 伍府隊員 此番不介意 詞及司法第五位 領和安護 近兵 政 行